清明节来了,要拜祖先,那按照佛法我们还可以烧金子银子吗? 修担布都好了,也不要说不烧啊,因为这些鬼他就没钱啊,没东西吃啊。 八字解读人生,风水改变命运,大家好,局势,从业风水二十六年,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, 针对八字测算,风水布局,命力分析,事业财运,首相面相,感情婚姻, 有独到专严见解,如果你的财运不价,情感不顺,诸事烦心, 原主可添加本局是微信26682135,一一帮你调节化解, 记住微信26682135。 应该有这个想法,如果你拿食物去拜祖先, 那太吝啬了,也不见得他吃得到,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食物,替祖先来供养三宝,替祖先来供养出家人, 就像穆建年,救他的妈妈,他们拿食物给他妈妈吃,吃不到,对不对? 穆建年替他妈妈供养所有出家人,他妈妈就得到福报, 神天啊,这个观念要记住,你直接用食物给祖先吃, 不见得他吃得到,因为他如果在恶鬼道,很深的地方, 不在魂牧,他也吃不到,如果他在地狱道,他也吃不到, 如果他投胎做人了,他也吃不到, 所以佛陀说,我们是用这个食物,替祖先来供养三宝, 或是用这个食物,来布施给其他的孤魂野鬼, 功德才回向给祖先,他得到功德, 用这个方法, 所以金银子,你的观念,就像各位刚刚包金箔啊, 希望还债啊,还金钱债, 有些鬼,他就执着要钱啊, 所以你烧金银子,给那些兵将,给那些三神, 给那些鬼道,希望他们都有钱, 那这样功德再回向给祖先,那才是正确的。